今天也感谢你啊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你今天表现才棒呢 我们都看见你拿了 妙气的人一直喷 你看这发型 希希 希希 那个 佳玥 我正好找你呢 我想跟你说 你今天表现特别好 先表扬你来这 行啊 夹不夹 走 什么夹不夹 走 有话跟你说 别贪心 别贪心 我会学习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看到是 我有点诧异呢 不是 佳玥有吃饭吗 佳玥突然有事了 我提她来不行吗 行行行 挺好 本来以为忙一天直播 这晚上还得应付一个 这上午晚餐 是你挺好 家宴 放松点 挺好 那怎么跟佳玥吃个饭 就是上午晚餐啊 那不然呢 我都看见她撩你头发了 哎呀 你哥也得有点自己的生活 别吃醋 我吃醋 我吃什么醋啊 我说真的 如果你跟佳玥好伤啊 我祝福你 替你高兴 托担成功 那你俩这合合 算计月娥帅吃饭干吗 我俩算计你 我是真的特别担心 你不能从失恋的音音里面走出来 哎 不知道谁啊 当时三更半夜的跟我打电话 喝醉了酒 跟我一顿哭我的 也不知道是谁 追一个小学长追到上海 最后还没成功 那是我不要他了 我当时给你打电话 你没有听清楚啊 到你那儿都是你不要人家 我记住了 当然 不说这事 哎 哎 您好 点菜 点菜 我一直特别想问你个问题 哎 你那个英国初恋 你们俩到底是为什么分的手啊 说实话 我俩 他年纪比我大 家里不同意 后来天下回国了 就分手了 你呢 跟你差不多 那个人非要留在上海 我就非要回厦门 他有联系吗 没联系 顶多就是个朋友圈 你那个呢 我那也没联系 他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呀 他呀 特别大气 又潇洒 这么好的人 那我知道了 原来是你配不上人家 那有问题的事啊 说 是 你说 咱俩 怎么就没好过呢 你看啊 咱俩从小就是邻居 认识这算算也二十多年了 上了初中 咱们就在一张桌上吃饭 牙缸也用一个 生活运别的混着用 咱们这关系 比老夫老妻更亲啊 那咱俩怎么就没好呢 我怎么知道咱俩 为什么不能好 我跟你说话呢 看什么手机啊 没事 让我看看